很久之前看过这样一句话 男女交往 谁先动情谁就输了 记得当时看完这句话 我还和朋友讨论过 我觉得在一段感情里 是要两个人同时双向奔赴的 朋友告诉我 等你谈恋爱时就明白了 我叫王泽 三十岁 部门经理 自从任命那天起 总能听到一些同事在背后嚼舌根 向来心大的我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觉得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同时我也认为我能当这个主管 视频自己的努力 可就在一个月前 我们公司团建 有点喝多的我在卫生间 偷听到我的女上司王倩 和财务部她的闺蜜林姐聊天 我才得知原来我能当上经理 真的如同事们所说 是她在老板面前替我说了很多好话 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从卫生间走出来 直到听到女上司让林姐先回去 她给家里人回个电话就回去了 几分钟后我也没听到她打电话的声音 我知道她这又是在多久 我走了出来 她看到我的那一刻 愣住了 随后有些结巴地看着我说道 你 你在这多久了 我们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听到了 说完我回到包厢里 这时我心里五味杂陈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 没有结束 我提前离开了 回到家后我想了很多 从我来公司上班起到现在 关于我和王倩的事 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 我刚来公司上班时 她是部门主管 她看我不爱说话 主动和我聊天 也教我很多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 她还是我师父 那时的我们会一起加班 一起研究 怎么搞定难缠的客户 更是经常加班后 一起吃宵夜 周末我们也会一起逛街 我们还经常在她的 出租屋里煮饭 别提多开心了 随着她工作能力 越来越强 我们通过一些事情 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后 她在公司的位置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关系 不如从前那般了 她还是经常找我 可我却经常躲着她 就是不想让同事们认为 我在八界领导 除了工作上的事 我们私底联系的越来越少 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她比我大五岁 很多时候她像姐姐一样关心我 偶尔听到我夸别的女生漂亮时 她还会吃醋 不过只要我夸她 立马就会好 接着就会对我撒娇卖萌 现在想来五年的时间过得好快 现在她已经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 如今的她是别人眼中成功的女人 再看看我还不是靠着她才有了经理的位置 想着想着睡着了 第二天是周末 我还没睡醒 被敲门声吵醒 迷迷糊糊的我眼睛还没睁开 就下床去开门了 一边走一边很大声地喊道 谁啊 这一大早的 能不能让人睡个懒觉 开门看到是她后 我吓得又把门关上了 跑回房间穿上衣服 才又把她请进来 这是她看着我不停地笑 领导可以不笑了吗 大清早的您来有什么事直接说 要是再笑 我可就把您请出去 我接着睡觉了 不笑了 我找你来是想让你给我当司机的 我回老家给我父母送些年货 行吧 正好我也有两三年多 没见过叔叔阿姨了 等我收拾下咱们就出发 她的老家和我们工作的城市 开车四个小时左右 车上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睡觉 平时她可不是这样 嘴不停地说 我想她是因为昨晚我都听到她聊天 她不好意思吧 快到她家时有个超市 我停车买了点东西 她看见手里拎着酒 对我说道 谁让你买酒的 老头血压高 我正劝她借酒呢 我没理她 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她家 到她家 她爸妈开门看到是我后很开心 你都没理她 我往里拿东西时 她爸爸更是直接对她说道 小泽好久没来了 这些东西你自己拿 我要和小泽好好聊聊会 接着让妈妈做饭 她爸爸我带掉书房 问我工作上的事 家里的事 又给我讲了好多 王倩小时候的事 还有他们希望王倩能早点结婚 聊到这儿的时候 王倩敲门进来叫我们吃饭 吃饭时 阿姨拿了瓶白酒 看着我说道 少喝点 你叔叔血压有点高 阿姨话刚说完 叔叔已经把我酒杯倒满了 吃饭时也没能绕开结婚的话题 叔叔更是让我多关心王倩 当我看向她的时候 我看到她脸有些红了 过了一会 她也端起酒杯 和我们一起喝了起来 那天她喝了很多 我一直照顾她 她时不时地揪住我的衣领 骂我几句 还会说一些喜欢我的话 终于把她安抚好 我却没了困意 趴在床边一直盯住她看好久 看着她长长的睫毛 我还玩了一会 她突然翻身就抱住了我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 她的唇就覆盖了上来 她的味道是甜甜的 让我流流忘返 随后她的手就变得不老湿起来了 在我身上有走轴 那一刻我再也无法自控 和她奋战了起来 第二天我醒来时 她没在房间 我匆匆穿上衣服 走到客厅 却也没看到叔叔阿姨 我回她房间翻看她书架上的书 找到本我喜欢的 刚拿起来里面掉出一张纸 不知怎的我已经打开看了 不等我看完 她推门进来了 看到我手里拿着的信 她一把抢了过去 看着我说道 谁让你乱动我的东西 我支支吾的说了半天 没等我说完话 她看着我说道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就不瞒着你了 我承认 我喜欢你 从你来公司那天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你了 找各种机会和你接触 那时我觉得你也是喜欢我的 我一直等着你向我表白 可一直都没等到 记得我还是部门经理的时候 我生日前你说你有惊喜送我 我以为你要和我表白 那天我特意买套新裙子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盼到下班 到餐厅后 你却叫来同事们一起给我过生日 论了现在每年我的生日都是和同事们一起过 那年春节你说有话和我说 我等啊 盼啊 等到第二天早上也没等到 后来你告诉我 你碰到初恋女友 你们聊了整晚 春节回来 你高兴地告诉我 你和初恋女友在一起了 我很伤心 那次我把自己喝得烂醉 再后来我一次次升职 你开始疏远我 每次我想找你聊天 你都躲着我 只有给你介绍客户时 我们才能多聊一会 这几年我一直在等 等哪一天你能看到我对你的好 并向我告白 一直也没等到 你知道吗 这次我是特意让你来家里的 来家里前我和爸妈打过招呼了 我昨晚也没有喝多 你做了什么我也都知道 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 没等我说话 叔叔过来叫我们吃早餐 吃早餐时 我看到阿姨想说话 被叔叔制止了 王倩没吃几口回房间了 接着我也跟了进去 进去后我抱住了他 一直和他说着对不起 也把我的心里话都和他讲了 听完他拉着我走出房间 看到牵着我手的我们 叔叔走到我身边 趴着我的肩膀说道 小泽要对我女儿好 不然我这个老头第一个不同意 这时我和王倩看着对方都笑了 我们临走时 叔叔偷偷又塞给我一封信 让回去后再看 到家第一时间我打开了信 是叔叔阿姨写给我的 信的内容虽然是说他们女儿的缺点 可在我看来都是父母对女儿的爱 我们在一起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爸妈 他们知道是王倩后 邀请她来家里过年 王倩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带她回去后 最高兴的是我奶奶 从见到王倩握着她的手 让王倩陪她聊天 更是在我们临走前 在王倩的包里塞了个大红包 还指着我说 她只认这一个孙媳妇 我和王倩确定关系到现在时间虽然短 但我们认识的时间久 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她让着我 照顾我相对多一些 她总是开玩笑说 原来在感情里先动情的那个人 真的很被动 我是对你表白的 又并大五岁 现在我就是那个叔的人 他这样说完我总是会去亲他 我希望我们的感情能一直这样 更加希望我们能一起携手走下去 谢谢 好